今天是1月4号是我们新年的恨不得是第一个礼拜一 所以跟大家讲一下今年在加州实行的一些新的法律 因为去年的时候遭受到疫情 所以加州的参众两院曾经有几个月的时间是关闭的 是没有进行审议整个的法案的 所以今年就创造这么一个有趣的历史 就是去年是自从1967年以来加州通过最少法律的一年 一共只有372项新的法律在去年的通过了 所以今天我们把和大家生活可能会有些关系的一些法律 跟大家稍微的来讲一下 因为法律比较多 所以我们尽量保持精简 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涉及的面可以广一点 同时也告诉纽约的听众 这些法律尽管是加里福尼亚州的 但是我觉得作为外州的听众听一听也挺有意思的 很多法律我觉得它是跨州的 就是这种法律能够在这执行 肯定其他州也有相应的法律 反正了解一下也挺有趣的 再告诉大家平常要是没有疫情的话 正常的一年通过的法律基本上来说都是过签的 只有上一次是1967年的时候 三百来个没有超过一千 其他的平时的每一年基本上都是八九百一千多 有一年我记得一千两百多条法律 所以呢可见就是这些法律是我们老百姓绝对平时你碰不到 就是绝对不知道的 也没有可能大多数的法律 你可能几辈子都不可能相遇 所以也无所谓 可是加州因为是一个民主党的州 所以它有一个大的司法思想 它的大的司法思想就是政府怎么管理民众呢 它的考虑是比较照顾比较收入低的人 在劳资方面他是比较照顾劳的这一方面 同时呢对于一些普通人的权利这一方面呢 他考虑的比较多 所以我们就把一些跟我们生活有关系的跟大家来讲 首先就是说关于医院 大家都知道医护呢现在这一条很简单 就是你的PPE就是这种保护措施 什么面罩啊什么口罩这种啊 包括防护服啊 必须得有三个月的储备 如果发现一次你没有三个月 罚两万五千块钱一次罚款 所以对医院要求更严格 所以这个呢也是让我们民众放心 同时跟疫情相关的就是雇主 这个就不是医院了 任何的雇主 如果你发现你的员工当中有一个人感染了新冠病毒 现在法律要求是必须文字通知 你这家公司的所有的其他的员工 光拿口头讲打个电话还不行 要有一个文字贴出来书面的要通知 大家说我们这个有一个员工而且是限在24小时之内 如果24小时之内你没有通知的话面临罚款 这是第一 第二呢就是对于感染的这一位员工要有某一些津贴 这个要看具体的公司的具体情况 他没有写明具体的津贴的数字 然后这个法律根据疫苗啊什么这个发展在看 但是现在签的是要到2023年一直到2023年都生效 过了2023年以后可能就没了 那时候再说 对 还有呢就是在一些这个长期护理的机构当中 如果要是有任何这基本上就是老人院啊 什么这个就是最后临终的安养院啊 照顾中心啊就是这些啊 基本上都是有就是有身体障碍或者是年纪比较大的 这些居民在里边需要有人专门照顾的 那这些机构里边如果出现就是新冠病毒疫情而死亡的人的话 必须要在24小时之内通知州的有关的健康部门 公共健康部门 这个主要是统计的方面的原因啊 同时呢这个也适用于以后出现其他的传染性疾病 因为传染性疾病导致这些护理机构的人员死亡的话 也是要在24小时之内呢要通知有关的部门 还有一条呢就是叫做反价格炸弃法 就是反这个哄抬物价 因为在今年就是不能说今年了 去年的二三月份的时候 当那个居家令马上就要实施的时候 不是曾经出现了很多紧俏物资和家庭的必需物资 包括什么消毒洗手液啊 咱们去年想兄弟俩买一大堆洗手液 对对对 这个卫生纸啊什么的 各种各样的就是这些东西造成抢购嘛 抢购还别说 你要是自己买了自己用也就算了 还有些人抢购了以后 放到网上或者是在其他地方去卖去了 所以这个呢就造成了物资的紧缺 同时呢又造成了一些低收入的人 家庭条件不是那么好的人 他买不起啊 因为价格上涨了 所以呢当时采取的措施就是商店 就是限制限购 每个人限购什么两卷卫生纸啊什么什么 当然现在不需要了 可是现在有新的法律了 就是说你在这个紧急命令出来之后的所有的东西 你第一不能是囤积 第二就是主要不能去这个哄台物价 把那个价格炒得老高以后你出去卖 这个叫发疫情财 对 这个呢原来只规定是你不能是面对面的出售 比如说你在零售店里头卖 或者在你的这个 那个车的后 trunk去卖去 现在包括在网络上 卖这个好几倍的高价的这些物资呢 也不可以了 就犯罪了 就有具体的罚款 还有刑期啊等等 这是一个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个法律 还是跟疫情有点关系的 但是这个呢比疫情更广泛一点 就是关于孩子上学打不打疫苗的这个问题 这个在美国呢已经有数十年的争论 那现在呢2021年新的法律是说 如果有一个医生出示一张证明 说你这个孩子因为他的身体的原因上学 可以不打疫苗 那么这个必须得上报州政府 州政府要把这个记录下来 不是不可以 而是到时候出了什么问题 你是你医生签的字 对不对 到时候医生负责 因为毕竟你是把一个没有打疫苗的 这里的疫苗不是新冠的疫苗啊 什么麻疹啊 什么全都算上啊 就没打疫苗的孩子 你把它送到学校里去 那么这个里面有一些责任的问题 要追究到最后 还有一个就是关于保险公司承保的问题 这个我相信可能大家接触这方面不太多 就是有一些保险公司对精神健康这方面呢 提供的保险不够 因为坦率地讲啊就是精神疾病呢有的时候比较难以证明 你知道吗 它不是什么化验啊什么东西能化验出来的 那么这个时候保险公司在这方面也有的时候也可以理解 他们在这方面提供比如说某一些程度的保险的时候 所以这个新的法律是对保险公司有个要求 就是你必须得做这方面的提供 同时呢如果有一个人是感染了新冠病毒的话 现在要求向州政府报告他是不是同性恋 就是LGBTQ 同性恋 异性恋 跨性别的人 这是为什么呢 是为了政府能够研究这种病毒对这一类人的感染 是不是有某些特殊的一点 大家都记得80年代艾滋病横行的时候 那个时候不就是责怪同性恋吗 对不对 就是现在就要求看看是不是对这一个特殊的群体有影响 这个也是跟疫情有关的 还有就是消毒液 消毒液不能变成消毒液 这两个消字 一个是消毒的消 一个是消瘦的消 他要求的是消毒液上必须得写明你的成分 你不能说拿一瓶水 这消毒水啊 上面不写成分不行 因为有一些机构他要研究 你这个消毒水是怎么造成的 你别到时候你是在消毒 结果变成了消毒了 你没给人消毒 结果把人给毒了 对不对 这个要求也是保护消费者吧 也是非常重要的 他这个消毒液呢 他范围比较广 他除了消毒液之外 什么清洁剂 清洁产品 也都包括在里面 什么抛光剂 什么地板的清洁剂 什么的 他呢 这些都要求你的标签上呢 要有具体的成分 所有的成分 他都要列出来 好 除了这个之外呢 就关于住房问题 他有这么几个东西 第一个就是法拍屋了 在法拍 因为现在疫情期间 有一些人付不出房贷来了 有些人买了房子是出租 但是房客又付不起这个房租 结果就造成了他付不出房贷等等 那么银行就要法拍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这个法律呢 有比较两条 比较主要的规定 一个就是法拍屋不可以打包 卖给单一一个买家 这个是一个说法 就像以前2008年的情况 那个时候呢 是等于是打包 卖给其他的某一个投资人了 另外呢 就是说房客也好 是住房的权力机构也好呢 或者是倡导住房 就是租客的这个权力的这些组织呢 他们有45天的时间 就是一个半月的时间呢 他们可以到银行去出一个 比那个法拍屋 就是你在法拍的屋这个价格 比那个价格稍微高一点的价钱呢 他们可以把这个房子买下来 他优先了 他就等于是给他优先 所以呢 这个法律当然也不是一直就这么下去了 他是说到2026年到期 所以呢 主要是适应目前的这个 新冠疫情的这个阶段嘛 所以他把这个时间呢 放的比较宽啊 到2026年之前呢 都是这么一个做法 还有一个 法律呢 就是11月3号 去年11月3号 大家就是大部分的选民投票通过的 这个就是给55岁以上的老年人呢 或者现在应该叫中年人吧 他们呢 如果要是换大房子的话 换新的更贵的房子的话 那么他们现在住的这些房子的 叫做房地产税啊 税率啊 可以保持 可以换到 转换到新的那个房子上去 这个当时讲的比较详细了 对 这个具体的情况 我们就不多讲了 主要是照顾这些年长的人 让他们换房子的时候呢 不要有这个后顾之忧 而且可以换三次嘛 对 以前只是一次 原来是一次 现在是可以有三次的 这样的一个机会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 如果你要是租房子的话 你不是跟这个房东签有租约吗 一年的租约啊 两年的租约啊 等等啊 情况不等 你签长期的租约呢 房价就会稍微便宜点 那么现在的规定就是说 如果你要是一个叫做家暴的受害者 或者说是比如说性攻击啊 性侵犯的受害者的话 那你可以提前解约 不用交任何罚款啊 这个它是有这个规定的 那现在呢 原来是这个也有规定 现在呢 把这个规定的范围呢 又扩大了 比如说你是谋杀案的受害者啊 或者说是其他的暴力犯罪的受害者 你如果在这个房间里边 有朋友有家人 比如说死在这了 那你住在这的话 精神上或者什么 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啊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 它也可以提前解约 不必受任何的这个 等于是罚款啊 什么的呼应交 欢迎你去收听 有中讯和高年为你主持的 今日话题 今天呢 很快的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今年已经开始实施的 或者说即将要实施的 一些新的法律 有可能会对您的生活或者工作呢 是有一些影响了 还需要知道的 刚才说的就是房屋的问题 房屋当然还有 还有一个新的法律 就是说 在这个山火高发地区 火灾危险比较容易高发 容易发生的这些区域的房屋啊 它有个明确的规定了 就是在房子的外边 包括你的那个deck 包括你的那个 就是这叫什么 阳台甲板啊 因为有一些房屋啊 外边它有一些木头的那个 那个等于是台阶阳台一样的啊 那么它是要求在这个房屋外边呢 这些房屋要至少有保持 五英尺的叫做隔火防火带 防火区啊 在这个区域当中呢 不需有任何的 木质的东西 包括树木啊 棺木丛啊什么的都不可以有啊 所以呢这个是最低的一个要求 那么它是说随着州政府或者说消防部门有别的要求的话呢 也应该配合这些新的别的要求啊 所以呢这是新的法律产生了 有一个热车法啊 这个得稍微跟大家多讲两句 如果你在一个公共的停车场发现在焦阳四火的天气当中呢 有一个特别小的孩子 甚至可能是坐在儿童座椅上面 这个孩子被关在这个车里 显然父母或者家里的亲戚 把他忘在这个车里头了 你怎么办呢 你肯定要救人嘛 你把他的车窗打碎了 救一条命出来 可是这个事就是滑稽 这个车主他可以告你毁坏公布啊 他可以让你陪他的车 你救了他孩子可以让你陪他的车 这个为什么在2021年变成一个法律呢 如果几百年才发生一次这样的事情的话 没可能是一条法律 就可见在这种比较热的地方 这种事情挺多的呀 就多到他可以弄一条法律出来 这个法律是这么说的 从2021年开始 如果你是一个热心人 发现有人把孩子忘在车里 顺便说一下宠物暂时还没列在这个里面 狗也可以被热死啊 如果这个时候你去救这个孩子把车窗打碎了的话 你不需要赔偿 但是他这里有一个 其实作为普通人来说 有点比较难以掌握的尺度 叫做六岁以下 他可能是这么想 如果一个六岁以上的孩子 他可以自己开门 对不对 七岁的孩子还开不开个车门 难道就是说过了七岁以后 你再打破这个玻璃 你就得赔偿 是不是 是不是这意思呢 你怎么知道他是五岁半 四岁零九个月 差一天到六岁 对不对 所以如果发现这个孩子昏迷了或者怎么 因为他可能睡着了 对不对 我的建议就是救 如果这家人告你 我也只能说他没良心 对不对 我们救他的孩子 他还告你毁坏他的车 但是他说的六岁 这个我觉得就是跟老百姓 你根本没办法衡量 你根本没办法衡量 他这个是法律 但是他不能不说 你知道吗 对我觉得如果要是很小的孩子 你马上就可以看出来 当然 如果五岁六岁你分不清的话 我觉得首先就是先拍窗户 先跟他沟通一下 先把他给弄醒 或者怎么样 什么情况 如果他没办法跟你交流了 或者说他一直睡着 那你可以假设他是昏迷了 那这马上就应该救 所以如果可以交流的话 隔着窗户还是可以听得到的 还是可以听得出来 他到底怎么 可以问他一些情况 他是不是在里头很热 什么的能不能出来 只要是他门开了就没事了 对对 所以就是只要他自己是清醒的状态 然后五岁六岁问题不大 你问他要不要开开门什么的 就就可以了 这个相信不是 就是说这种情况呢 时常发生 所以干脆就免给这个 这个救好心人等于是免责吧 至少是这么一个情况 还有一个跟孩子有关 如果你家的孩子是学校的 橄榄球队的话 你可能要知道 他居然在2021年的时候 这么一条这么具体的法律 就是如果你是青年橄榄球队 因为这个东西对脑部的撞击 这个已经说过很多次 尤其是职业的这个是有影响的 尤其是孩子在成长的时候 所以要求一个礼拜的练习 不能超过两次 一次不能超过一小时 这就是法律了 这不是这么说一说 一个什么学校的规定 这一点也告诉家长们 还有就是我们知道美国人 包括华人在内都喜欢养宠物 那么从2021年开始 加利福尼亚的宠物店 不能卖猫 狗 兔子 不行了 你要不去领养 但是花钱买 对不起了 你只有一个地方 就是网上 因为我们知道美国有一些 他们这些人 叫职业的育种的人 叫breeder 你可能只能从他那里 顺便说一下这种职业的人 他育的不便宜 一般来说不便宜 都是纯种 你得去那买了 想到宠物店去买猫 狗 兔子 没有了 基本上他就是鼓励人们去 那个领养中心 去那个宠物的收容中心 去领那些被人抛弃的 或者是不要的 或者是流浪的 这些猫狗了 所以他是这个目的 还有一个事呢 倒值得注意 就是急救人员和执法人员 在赶到现场的时候 尤其是当有死亡事件 发生的时候 他们赶到现场去的时候 除非你是因为调查这件事情 必须要拍照 除此之外 不可以拍照了 这个事情呢 就是因为去年的1月26号 这个Coby Coby他们的飞机坠毁之后呢 有一些执法人员赶到现场的时候呢 把这张照片拍下来了 拍下来以后呢 在网上等于是传发了 所以这个事情呢 引起了Coby家人的不满 然后最后还打官司了 最后这个警察就是把这个照片传出来 这个警察还被起诉啊什么的 被告啊什么等等 所以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呢 现在就说 除非是一些调查事故的这些官方的人士 他必须要拍照 因为这个拍照以后 可以对整个调查提供证据啊什么的 除此之外呢 任何人不可以拍照 还不是说你拍照我不发 我拍总行吧 不行 现在就说你连拍都属于清罪 因为你拍了 你拍的可能性就存在嘛 对不对 我何必冒这个险呢 对所以 你又不是调查的人员 你拍他干嘛呢 所以这个也是2021年的一个法律啊 这一个接下来讲讲公司 公司这个蛮有意思的 因为再说一遍 加州是民主党的州 也可以想象 州议会呢 很多人都是民主党的议员 所以在保护劳工方面呢 他们做的比较狠一点 首先最低薪资 从2021年开始 14了啊 当然这个是一个 有多少人以上的公司 26人嘛 就或者25以上 就是每个小时的薪资 加利福尼亚州已经到了14 然后少于25的 可以是13 同时如果一个员工 他家人生病啊 不是他自己 他自己也算 但是如果他是家人生病 然后他说 我需要在家照顾我们的这个家人 这个病不一定是疫情感染啊 就是一切的病 生病 怀孕 生孩子 都可以 等等 当然怀孕还有产假 那是生了以后啊 那更不用说 那是 那是女的有产假 男的 对 男的也有 可以照顾 男的也有产假 这个呢 说法是如果照顾家里病人 公司必须得至少呢 给你12个礼拜的合法的停薪留职 也就是你可以12个礼拜 那这个就是三个月啊 三个月 不上班 但是你可以选择不拿薪水 但是老板不能把你给解雇了 因为你要照顾家人 当然如果你自己是这个情况的话 也可以符合这个条件 就你可以修12个礼拜 这叫停薪留职 那当然对一些大的公司就有更多的要求了 比如说是对总部在加州的上市公司来说 他对董事会的要求就有了 这个以前我们曾经也讲过 就是董事会里边原来是说 至少要有一名女性 那现在呢 要求的是从到今年年底 就是2021年的年底呢 这个五人以上的董事会呢 五人的董事会吧 至少要有两名女性 六人和六人以上董事会呢 至少要有三名女性 在这个 这个主要是减少性别之间的差距 这个蛮狠的 我觉得因为这个就百分之百的构成了配额 对 没什么道理 就是你像这种上市公司 那多大的公司啊 对不对 六个人的董事会必须都有三个女的 这是法律 对 我不管 反正你给我弄三个 你知道吗 这个蛮狠的 这个特别民主党 对 这个尤其是 就是六个人 那就是三个三个了 对啊 百分之五十啊 那当然六个人以上 他也最多也就是三个 对 他是这么要求 再过一年到明年的时候呢 他有另外的要求了 董事会里边 他除了要女性之外 还要多元性了 所谓的多元性 就是在里头至少要有一名 是叫做代表性不足的 少数族裔的董事 要进到这个董事会里边去了 那他指的这个董事呢 包括黑人 西语裔人 就是拉丁裔的 亚裔也算 然后印第安人 对都算 夏威夷的什么 岛民啊什么 反正这些东西 这些族裔呢 他都算 他倒没有必须包括什么 亚裔里头因为太多了 这个好几十个国家呢 他倒没有说 美国国家必须要配一个 他只是说这个亚裔 这么说吧 有一个黑人就顶了 对 有一个亚裔就都顶了 另外有一个 直接跟我们有关系的 关于开车 写手机短讯的这个 因为现在还不光是手机短讯 很多人一边开车 一边发微信 对不对 你知道我说的是谁 大家都知道 就是说这个呢 是这么一个情况 你被抓的时候 他这个蛮狠的 三年之内 36个月吧 就是三年嘛 对不对 三年之内 如果你被抓住两次 因为每一次都有记录嘛 那你那个加一点 过去最早 我记得什么罚个十几块 二十几块 什么之类的 后来把什么七八十块 现在都不是了 加点了 你知道一个人 他那个驾驶记录 就那么一点点了 对 那个点是有数的 不是什么 该罚还罚 然后再加点 我记得是十几点 还是七八点 我忘了 反正一点是很大的比例 这会影响你的整个 整个你的车保费全涨了 对不对 就是三年之内 有这么漫长的时间 如果你被抓住两次的话 你马上你保费就涨了 所以请注意 没必要发那个短信 或者回微信 什么之类的 好好开车 最后一个 我觉得应该是有 接下来在2021年 会有比较大的争议 就是关于赔偿 奴隶制的黑人的问题 从2021年开始 加州成立了一个九人小组 这个是独立的 显然有民主党人 共和党人 这个是非党派的 这样一个小组 这个事特别大 等这个事发生的时候 我们会有大量的话 要讲关于这个话题 就是在美国奴隶制的时候 350年的奴隶制里面 要不要赔偿这些人 这个特别有意思的 就是加州还不是叙奴 什么这个 他还不是早期的那种 美国南方的什么 但是加州 因为是民主党率先提出 要对黑人进行赔偿 这个不是决定了 是要进行研究 然后接下来 再有一系列的什么投票 其实就是三个 一是赔 二是不赔 三是提供机会 不赔现金 给他们提供机会 这个问题 需要对历史有比较多的了解 那么到时候 我们会详细的跟大家来讨论